我不是给大家自在焦虑 而是觉得大家一定要认清一个现实 就是现在真的很残酷 局势很紧张 就我们公司一个特别小的公司 没有任何的福利待遇 最多就一个教授宝 连年假都没有 你请教他就必须要用自己的钱去扣 就相当于那天没有上班 就这样一个小公司 今天我们第一天复工 就一个新加坡留学回来的研究生来竞争 就特别可怕 就我们这边最高的学历 之前也就只有本科 现在研究生都过了 而他英语也特别好 就搞不明白 现在就很离谱 所以的话 今年真的感觉 还是要继续降级消费 本来今年我还想着 要不要换一个新的公司 但这样一看 还是保守一点 就还是在这边继续干着吧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只说实话的频道 在影片的结尾还会有总结 喜欢我们的朋友 请不要忘记订阅 现在人民路的银行方也不撬 你看 这边的银行 这边的保险都关掉了 前面农行 都关门了 现在这个实体经济不行啊 大量的营业房控制 重庆小面 最好的营业房也控制了 朝处中 农行也控制了 不用了 前面营业房 也有很多 都不知道 北京中科院年薪 7万多的人都被裁员了 刚刚和我们昌城那几个经历聊完天 吃个饭出来 现在北京的房间有多么可怕 就我们小区 八十九平米的房子 三居室 加上赠送 去年这个时候 还能卖到456 刚刚成交的价格 某链成交的 376万 还在精装修 还是高楼层 还是蛮文艺 经济真的不好 而且的话 现在就业环境真的很差 所以说 现在如果有一份好的工作 有一份稳定的收入 不是因为我作为老板的角色 我说这句话 真的好难 不是说大家觉得难 作为我们企业的经营者来说 更难 都是晚上睡不着觉 白天焦虑都不行 今天为啥是重庆人 更不愿意留在重庆了 是因为今天的人 已经被群联制的重庆 九业行情了 已经伤头了 心了 你看重庆现在冷门缺人 冷门需要人的情况下 老物行业还是找不到人 为啥子 群联啥子情况 无备人免死要五十个人 今天自己的情况也差不多 一个花人洋气 只要五十个人 到场免死 三百多个人 弄下来十颗 只要五十个女的 这个起来五百多个 男孩子过都不要 很多起来都是这个样子 包括谁的事 是吧 大家说确认确定人们凶 是吧 导场人太多了 从小的一生根本都不愿意 再重庆留到重庆的武功了 尤其原因就是因为 去年被重庆的行业 烧腾了心了呀 所以说 未来到底怎么样 我觉得肯定是要把福祉组好 才能够真正的把重庆的人 留到重庆本地留意 而且包括歇阳 体格福利待遇 才是王岛 而不是说为给老母 好多钱 好多钱就能找到人 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的2月23日 今天呢 其实只是那月十四 然后又是一个星期五的下午 然后呢 我现在在广州市天河区的 天河城百货里面 我们从视频里面呢 可以看得出 现在呢 商场里面人烟稀少 相比春节期间的人山人海呀 现在是没有几个人了 基本上除了每一个庄柜里面的销售了 顾客都几乎都找不到 我们看一下 我现在在一楼 然后呢 全部都是卖鞋子啊 包括鞋子里面 卖包包装柜的 这边呢 是一家 卖 眼镜的 然后左边呢 是一些小件的物品 这家店呢 是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 平时在周末的时候呢 这家店呢 很多学生和年轻人进来 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里面是一个顾客都没有 春节即将结束啊 可能很多的这些商家呢 都会面临着有一段时间的 生意比较惨淡的时候了 然后我们再往前面看一看啊 走到 走出这家店呢 前面是卖护肤品的 左手边 这边呢 是卖眼镜的 周围看一下 几乎都找不到一个人 然后这边看一看 卖护肤品的 这个是老完美 在前面就是欧伯来 几乎都找不到一个顾客 可能呢 我今天也是刚好是经过这个商场 是从这个商场的北门 穿过去这边东门 然后我就看到商场里面 顾客真的是很少 而且今天是星期五 平时周末这个点呢 就这里面的人已经是很多了 所以说这春节之后啊 生意就会惨淡 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看一下 视频里面的右手边呢 是洗茶奶茶店 里面也没有几个人 平时这里面的人是坐满的 所以啊 生意又要惨淡一段时间了 最后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中国经济面临加速衰退的局面 关键经济指标持续下降 生产和消费活动乐意疲弱 为了激发经济的自我循环能力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 只是进行大规模的设备更新 和消费品更新计划 尽管政府已经采取了多种措施来挽救经济 这些努力似乎都未能取得预期效果 党中央提出更新消费品以刺激经济 根据党中央媒体新华社的报道 2月23日 习近平主持召开了中央财经委员会的第四次会议 成立了国家发展改革委 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 关于大规模更新设备和消费品计划的报告 习近平强调了推动新人的设备和消费品更新 会议指出 应促进各种生产设备和服务设备的更新及技术革新 并推广汽车、家电等传统消费品的更新 加快耐用消费品的更换 此外 会议表示 这些措施将有效出镜投资和消费 并强调在消费品更新方面 需要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联动支持 全面覆盖产业链的各个环节 习近平还提到 物流是连接生产和消费 国内和国际贸易的重要纽带 强调需要推进大规模的资源回收和循环利用 加强更新加回收的物流体系和新型业务模式的发展 在这之前 尽管政府已经实施了多项就是措施 但这些努力为能扭转经济下行的趋势 中国的经济通缩问题反而日益严重 中国的投资和消费持续下滑 通缩问题加剧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2月8日发布的数据 一月份 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下降了0.8% 降幅比上月扩大了0.5个百分点 连续第四个月出现通缩 创下自2009年以来的最大单月同比降幅 同时 一月份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PPI环比下降了0.2% 去年 PPI每月都在下降 华尔街日报报道称 一月份CPI的大幅下降 加剧了人们对于中国经济可能长期陷入通缩的担忧 报道还指出 物价的持续下降 给本就面临众多挑战的中国经济带来了更大压力 实际情况比许多经济学家预期的更严重 这增加了中国可能长期处于物价下降风险的可能性 而且一旦物价下降趋势形成 将更难以逆转 康奈尔大学的贸易政策与经济学教授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中国区负责人普拉萨德表示 一系列疲软的经济数据 预示着中国经济可能进入一个充满挑战的时期 在刚刚过去的春节期间 中国的节日消费并未达到一晴前的水平 这一现象被视为经济健康的重要指标 据中国官方媒体宣称 春节期间国内游客出游人数达到4.74亿 同比增加了34.3% 然而外界更加关注的是中国民众购买力的减弱 根据野村控股和高盛集团的经济学家分析 今年8天的春节假期 中国人的人均旅游花费比2019年疫情前下降了9.5% 这一数据凸显出北京在尝试提振市场信心 和摆脱经济紧缩状态时所面临的挑战 面对经济放缓 中国人民银行于2月20日宣布 交往年期以上贷款的利率 LPR下调25个基点至3.95% 这一幅度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基准抵押贷款利率调整 尽管如此 市场的反应却相当冷淡 路透社在2月23日的报道中 以往市场分析人士的话说 近期北京的政策动作似乎难以重新激发市场情绪 针对中国经济状况的老蛮频道 在IX平台发布文章指出 五年期贷款利率从4.20%降至3.95% 反映出中国经济正处于深度萧条中 企业利润不足 民众收入下滑 因而无法承受高利率必须降息 但这样的降息措施 对中小银行来说可能是致命的打击 今天说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话请点赞订阅 我们将一如既往的为您提供真实的报道 对中小银行为您提供真实的Young Corona 感谢观看